嗨 大家好 歡迎回到朱友循史書人生攻擊頻道 我們會在這邊跟各位聊聊一些時事文學還有雜細雜霸的東西 好久沒有啟動吃書而肥這個系列了 這個頻道的觀眾都知道 這個頻道一開始都在講書跟文學相關的事情 直到我被某一部遊戲寄到理智斷線為止了 那今天要講的東西也終於不是別人的書了 是要來聊自己的新書 我新推出的是一套兩本的套書 分別是作家生存攻略跟文壇生態導覽 而這兩本加起來就是一個作家生存的系列 這兩本書濃縮了我幾年以來寫作的經驗 那為了讓後面的寫作者可以掃走冤枉路 所以我把這些很現實的因素都寫下來 包含比如說 稿費怎麼計算啦 版稅的行情多少啊 然後哪些平台適合發表 甚至是你怎麼去看出版的合約 這些都是每一個文學新人曾經困惑過 但沒有人會教你的問題 如果你是喜歡寫作想要成為作家的人 我希望這兩本書可以成為非常務實的生存攻略 那如果你沒有這樣的志向 不過也對文壇或文學圈的運作好奇的話 那我希望這兩本書可以成為不錯的生態導覽 我從博中開始寫作 到現在算是算大概20多年了 而2010年到現在我也總共出了7本書 這還不算上很多我其他參與的雜七雜八計畫 雖然我不能說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作家 不過我想應該也是用作家這個身份存活很久的人了 即使如此 當我一開始投入作家生涯的時候 還是搞錯非常多事情 很多觀念喔 你知道歸知道 你實際上做下去就會發現不是那麼一回事 舉個例子來說 比如說時間 有人都說當作家會窮 所以我其實早就很有了窮的心理準備 但從來沒有人告訴我 原來你當一個職業作家是一件非常非常忙的事情 我本來以為我頂多就是面臨著沒有人找我 我沒有搞這些 所以無所事事又很焦慮的遊民生活 我本來是告訴自己 就算窮 至少作家的生活 節奏可以自己掌握 因為我不用固定每天去一個地方上班喔 所以我可以每天想要睡到中午再起來 或者是每天都打電動 基本上只要我工作都有教 稿子都有處理 那就沒有關係 如果真的很忙 大不了我每天就只睡3個小時可以吧 是的 作家生活吸引我的 除了可以從事我熱愛的寫作以外 最重要的因素是 我以為我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 但我現在很想回去掐死當時的自己 這種想法大錯特錯 如果你也有作家之夢 並且也以為專職寫作就等於自由自在的生活的話 那我建議你立刻修正自己的想法 事實上專職作家是一個非常需要紀律的職業 你確實不必朝九晚五固定去某個地方上班 但這就意味著你必須完全自律 把每一件該做的事情都自己做好 你也許不會像上班族一樣 每天加班加到崩潰 不過在你睜開眼睛的每一秒 你都會想著這份稿子要寫什麼 下一份稿子要做什麼 無所謂上下班時間 如果你在某處上班 你只要不遲到不早退 就算你工作效率今天稍微沒那麼好 也會拿到起碼的薪水 但如果你是個專職作家 你今天寫一篇稿子就是賺一篇稿費 寫兩篇稿子就是賺兩篇 你一個字都寫不出來的時候呢 那就是一毛都沒有 一番兩篇稿子 所以吊詭的是 專職作家看似生活自由自在 但其實非常需要自律的能力 而固定上班的人看似不自由 上下班打卡時間 也會協助你乖乖到尾 當我明白這一點之後 我就突然理解 為什麼我認識了許多有才華的文藝經驗 都不見得能夠走上正式的專職作家之路了 這不只是因為出版市場在萎縮 然後很殘酷 書很難賣的原因 更是因為我們這些創作者 常常都是生性自由 然後喜歡創作的 可是偏偏這種性格 是最難在專職作家這種職業下生存下去的 於是我的打電動之夢就破滅了一半 這幾年我當然還是玩了一些遊戲 但真的必須非常努力 讓自己成為時間管理大師 才能夠擠出一點玩遊戲的時間 這跟我原本幻想的生活完全不一樣 我現在每天基本上就是乖乖起床 有演講的時候出門去演講 沒有演講的時候就坐在電腦前敲一整天的鍵盤 在這幾年來 我每天的平均工作時數是在10小時以下 我就說每天沒有週休二日也沒有年假 事實上年假是我少數可以寫自己的書稿的時間 所以的時候我也會敲一整天的鍵盤 但我完全不後悔 雖然跟我的幻想不太一樣 不過我覺得我現在過得蠻爽的 因為至少都是在忙我自己喜歡的事 然而如果你是抱著一個悠遊自在的文學夢 然後覺得說窮沒關係啊至少自由啊什麼的 我必須友善地提醒你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個樣子 也許有人會說 不對啊 你講的好像專職作家一定很忙 一定會有一大堆人來要他寫稿子 要他工作一樣 如果有人就是很有紀律 但是他就是接不到稿子 那怎麼辦 這在作家生存攻略的這一本裡面 有詳細說明了 你可以去找一下裡面有一個 主動開案VS被動接案的段落 你看下去之後就會發現 當作家呢不見得會窮或者是有錢啦 但保證一定會過得很充實 沒有在悠閒的 充實到什麼地步呢 充實到你在打電動的時候都會想 我都花這麼多時間打電動了 要不來錄個YouTube吧 當你進入這種境界的時候呢 恭喜你 你就真的已經準備好 要成為一個作家了 好的我們今天的吃素而肥影片就到這邊 不過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只能講到第一本 所以我們之後會再有一支影片 來跟各位聊聊第二本 第二本文壇生態導覽的部分 喜歡的話歡迎到下面的連結構書 那也別忘記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集見